红色 我的幸运色 我歌迷都是红色 所以你们都是 哎呀 不错 我今天我就不唱歌了 因为我怕我赢得不光彩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北上广 爱来不来 05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就当机立乱选择了 来 就这样我就从贵州来到了北京 我以前特别喜欢在屋顶上面唱歌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呢 我发现我找不到屋顶了 北京没有屋顶 我刚刚找到一个屋顶 我刚爬上去 哎呦 旁边人就特着急 就赶紧把我往下拽 都以为我要寻短剑呢 跟我说 何姐你唱歌特别好听 你快下来 然后最后呢 我越唱人越多 唱完他们全上屋顶了 都寻短剑去了 我以为你们不会笑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我经常要在各个大小的城市飞 然后呢我在机场待的时间 比家里面待的时间还长 所以在我心里面 机场就是我的家 那好多记者都经常到我家门口蹲点 有一次呢 就正好在机场拍着我了 还配图跟我说 上面写的是 和解腿这么粗 为什么还硬要穿短裤 好死不死这条信息呢 就发到我自己手机上来了 其实当时我拍的时候 我是戴着口罩的 但没想到我还是被认出来了 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 我是娱乐圈第一个光评腿粗 就能被认出来的女艺人 在北京养孩子压力也特别大 尤其是我这俩孩子 一孩子哭 第二个跟着哭 哎我的妈呀 我身边啊我感觉每天 我就像背了两个大音响 而且还是立体环绕的 关键是这俩音响啊 她没办法把电源给拔了 赶紧把她送到幼儿园 想把这份压力 我就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 但没想到那孩子 上了幼儿园之后呢 不止孩子也压力大 家长压力也特别大 在幼儿园开家长会 居然要说英文 不过这样的幼儿园的教育水平 也是相当高的 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水平 也把家长的英文水平 也顺带练了 像我这种平时听力不太好的呢 每次开家长会 我都积极发言 开了几次家长会之后 我终于听懂了 Shut up please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尝试新鲜的人 特别喜欢过那种 没有过过的生活 然后经常想要换到各种地方去住一住 但后来发现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呢 我根本就搬不走 因为北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和经历 还有很多的回忆离不开 比如说 豆汁啊 卤煮啊 炒肝啊 还有那些屋顶上需要我的人 北京就是这么一个有魔力的城市 你爱来不来 但是 你一旦来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离开 因为你会不知不觉爱上这个城市的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句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谢谢大家 我是河剑 比赛呢 非常的紧张激烈 现在我们稍微的缓和一下气氛 我们来采访一下现场的普通观众 你不配 这是一位连续五期作为普通观众的普通观众 你一直想上去说 但是只能当普通观众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瞧瞧你的普通话 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说什么脱口秀 我觉得普通话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我广东话好 你知道我们京都念慈安的琵琶膏 就是香港制造的 它的口播要用粤语念才比较标准 我试一下 非要经常养 大笑不缺养 感谢百年老之后 京都念慈感到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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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着这支话筒 作为一位普通观众来说 终于抢到了话筒 是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 对吧 恭喜你 除了话筒 你还收获到了主持人对你的恨 继续嘚瑟 好吗 你会做十期做普通观众 你也继续嘚瑟 你也会一直当普通观众 他小王 在这样的节目里面 得罪了主持人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知道吗 来吧 到了各位投票的时候 若果网免团队绿色 以及 浪 Kle傅 也快乐 跳舞的 赢 赢了吗 快乐 赢了allas 贏了 你别骗我 贏了 别骗我 贺杰不骗你 贺杰不骗你 贺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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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杰二十 真的 没事 和合杰算了 那 拿上我 算了 和杰 让我们掌声欢送 和合杰二十 和杰算了 你忘了以前咱们说过 你主持节目的时候 也有嘉宾霸露跑 对 最后还不得乖乖跑回来 不是 我想说是这样的 张老师 第二季你主持不了了 在这里摔倒了 没关系 回去我那第二季马上开路了 我接着回去练 下次我还来